大家好 我是你们的好朋友 青牛医生 今天我们聊一种不健康的生活方式 久坐 这个久坐 青牛医生经常说 他是WHO列为十大健康杀手之一 因为久坐跟很多疾病有关 那么先聊什么是久坐 2020年身体活动和久坐行为指南中指出 久坐是包括了人体在清醒状态下 所有能量代谢低于1.5代谢当量的状态 什么意思啊 那就是说换句话说 比如说你躺着玩手机 窝在沙发里追剧 或者开通勤车 这些都属于广义上的久坐跟坐 没有什么分别 那么久坐关键到底有什么危害呢 我们来看 留意到此看一项大型对的研究显示 每天久坐大于6个小时 与12种疾病的发生风险增高有关 6个小时久坐12种疾病 哪12种疾病呢 有偏头痛 肋风湿性关节炎 慢性阻止性肺疾病 还有慢性肝脏疾病 糖尿病 抑郁症 慢性肾脏疾病 哮喘 甲状腺疾病 痛风 气势病 和缺血性心脏病 这就是久坐给我们现代人 所带来的一个健康风险 那很多人这问题有一声了 那我这个白领一足 每天996的工作 加班是个常态 久坐就是我 这个必须的一个工作方式 那到底该怎么办呢 别急 有办法 近日来自于速度大学研究团队发现 饮用咖啡竟然可以抵消 酒坐带来的危害 我们来看看 每天酒坐时长等大于6个小时 如果不喝咖啡的话 死亡风险是每天 那些 酒坐小于6个小时 而且喝咖啡者的1.58倍 就是说你酒坐时间长 又不喝咖啡 死亡风险会增高很多 且酒坐与死亡风险之下的关联 仅存在于不喝咖啡的成年人群里 即不喝咖啡的人群里 酒坐时间越长 缺因死亡风险就会越高 但是呢 在喝咖啡的人 这个人群中没有观察到 研究者从全国性大样本 美国国家健康和营养调查中 搜集到了59,843人 长达13年的一个随访 每天酒坐如果超过8个小时 全饮死亡风险会增加46% 心血管疾病的死亡风险会增加79% 相反与不饮用咖啡者相比 那么每天喝咖啡540克 相当于多少呢 相当于2.16杯这么多的咖啡 那么全饮死亡风险会降低33% 和这个心血管疾病的死亡风险会降低54% 你看喝了咖啡以后 心血管和全饮死亡风险都降低了 但酒坐和死亡风险的关联 仅存在于不喝咖啡的人中 在习惯饮用咖啡的人群中 那么更长时间的酒坐 没有加剧死亡风险 这是为什么呢 很多人说 同样是酒坐 为什么喝了咖啡就减少了 没有这种死亡风险呢 可能是跟严正息息相关 因为长时间酒坐就代表着 你很少去参加体育锻炼去活动 这样必然会损害身体的葡萄糖代谢 并且会增加炎症水平 而神奇的咖啡中有一千多种化合物 其中包括我们最常见的 比如说咖啡因 绿原酸 咖啡酸和咖啡醇等等 它都具有抗炎的这么一个作用 说来说去 它具有抗炎的这么一个神奇作用 所以它能够抵消酒坐带来的危害 好 所以说针对于那些每天工作非常繁忙的白领一族 每天酒坐时间特别长的人群 先生给您的建议是 上午一杯咖啡下午一杯咖啡可能是一个很好的选择 不但能够提神醒脑 让我们的工作效率更高 而且还能够降低我们的死亡风险 延长我们的寿命 当然如果能不久坐的话 当然还是尽量不要久坐 增加适当的一些体育队炼 才是最有效的一个提升健康的方法 好 也欢迎大家关注气球医生 共和健康 我们明天再见 请不吝点赞